从这个开始咱们就来讲一下在推荐系统当中 它的一些细节还有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首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推荐系统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在给大家截了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一个今日头条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咱们可能早晚高峰上下班的时候 可能会打开它然后看一看新闻 父母在家可能看的更多一些 那现在这个今日头条这么火 然后我刚才就看了一下 在它的主件面上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 就是进去之后默认的在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推荐的位置 推荐位置都会做什么 它会给你推荐 可能是根据你个人喜好 然后推荐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或者说根据当前的一些时日热点 给你推荐一些比较好玩 或者说你可能会关注的一些东西 那这里我们就要想一想 它要做这个推荐 是不是说它得满足一个你个人的需求 那我就拿我来举例子 我是比较喜欢看篮球 然后NBA 有时候关注一些咱们的关于人工智能方面 数据分析方面的一些好的帖子 这个时候 其实当我上这个今日头条的时候 我就希望他能够推荐一些类似的东西 那我这个人 其实我并不喜欢看一些娱乐方面的东西 那我就不希望今日头条 他一上来给我铺牵盖地的推荐一些娱乐的东西 你给我推荐我也不会打开 那这个今日头条 他就一想 跟对你不同的客户来说 推荐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所有人都推荐一样的东西 那还有必要做这个推荐吗 就没有必要了吧 肯定要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当我打开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产品像是给我专属的 那我肯定会更喜欢它吧 那这个今日头条其实他已经做到了 最核心的一点在什么 咱们想咱们从不从咱们用户的角度出发 从这个产品的角度出发 今日头条现在做这么大 它里边养了几千号人 养了几千号人 他就有钱吧 钱从哪来啊 从广告来 然后刚才看了一下今日头条 在一年的广告收入到60亿到100亿之间 那咱们来想一想 100亿是什么概念 一年 那一天它的广告收入就得有三千万 这么大的一个广告收入 那它广告是说 那咱们想一想 它广告是怎么推的 广告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拿莫安息 我来举例吧 一个游戏 一个厂商过来了 说我给你今日头条 我给你砸一个亿 你给我推推我这个产品 那今日头条就想 我要推你这个游戏啊 我不能所有人都推吧 那我这手里压这么多广告 不可能都推你这个广告 那我要做一个精准的一个营销吧 那可能找一找 哪些同学 可能比较关注游戏方面 比较爱玩 他可能就是把这一类人单独拿出来 可能给他们推荐的 就是莫安息游这个游戏 给别人推荐的呢 比如说 咱们的老爸老妈 你说让他们去玩的游戏 不可能吧 那你说对于他们这种人群来说 每天 我跟你说我妈每天自己要干什么 他们每天最爱干的就是 关注一下 就是说什么营养啊 养生啊 然后做一些吃的方面 还有一些时事的新闻 关于这些什么游戏方面啊 或者是这些方面的东西啊 他可能根本都不会去看的 所以说给他们推荐啊 压根也没有用吧 所以说呢 今天头条啊 他也会想 对于这样一个产品 我要做一个营销 那我肯定就是最好的 能利用这个资源吧 所以说呢 他也得找出来啊 哪些人是值得我去推荐的 才抬去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推荐系统啊 大概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这个推荐系统啊 哎呀 为什么说现在这么火呀 基本上咱们可以想到的 所有的一些电商啊 还有一些咱们的 就是反正就是基本上 所有的一些互联网产品 他只要是跟客户打交道的 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推荐这方面吧 那之前为什么推荐做这个东西啊 没做这么广 没做这么人这么多呢 很大程度啊 就决定于这个数据 因为呢 咱们要做这个推荐啊 得有一个基础 就是说你得有个支撑吧 得有一个庞大的数据量来支撑 那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啊 就是说一分钟 我能产生多大的数据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个一分钟数据当中啊 比如说只在这一分钟之内 就有这么将近两万人 在进行一个视频 或者语言的聊天 60多万部的一个优酷啊 的一个电影的一个访问量 或者是一些视频的访问量 在Facebook上 就有70万的账号经营登录 那我们再看 谷歌发生多少请求啊 一分钟之内 谷歌这个搜索 会收到400万的请求 那是不是说啊 咱们现在的数据量 产生是一个爆炸的趋势啊 产生数据非常快 那既然有了这个数据 数据量这么庞大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数据上 做一些文章了 更好的利用这个数据 那现在这个推荐系统啊 它做的广不广啊 就我所知啊 基本上大家手里的APP 只要是跟用户量大有关系的 比如说一碗产品 用户量达到个百万的级别 那他肯定就要去做这个推荐系统了吧 而且呢 这个推荐系统还要做的非常好 比如说这里呢 给大家又截了两个图啊 一个是豆瓣电影 在豆瓣电影当中啊 大家可能知道啊 咱们一般 就是我一般去看一个电影院的时候 就是因为电影院还要花钱嘛 就是看之前 我是先在豆瓣上看一下这个电影评分怎么样 如果说大家都说好 我再去看啊 不花这个愿望钱 那在这个豆瓣电影当中啊 他就是有用模块 你可能喜欢的电影 你可能喜欢的电影啊 就是他也可以给你做一些推荐 比如说我今天 我看了一个斯巴达三美友试啊 比较经典 比较励志的电影 那这个电影 我想找一个类似 怎么办呢 他已经啊 给我推荐出来了 可能啊 就是说 我在这个豆瓣当中 之前我搜索过一些其他电影 他通过我搜索其他电影啊 找到了你这个人的品位 找到了你这个人的一个喜好 那他可能给你推荐的都是你个人专属的一些感觉 这个就是豆瓣电影当中啊 他做的一些推荐 然后这块呢 这个右边是一个京东啊 我是刚把我的一个截图拿出来了 他这块有一个专属你的购物指南 然后呢 这块有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是怎么做的 排行榜里边啊 并不是说 嗯 是按这个京东 他总体的销量去做一个 而是按你个人的喜好 我看一下他给我推荐什么 他给我推荐个啤酒 还有书包 还有一个炒锅 为什么我推荐这些啊 因为我之前啊 就是 在那个618的时候啊 然后给家里啊 买了一些啤酒 所以说 他看我买过啤酒 所以说把这个啤酒 又给我天天我推荐这个东西 书包啊 书包是之前也是看了一下 所以说他也到了我的一个专属里边了 然后有一次啊 就是我在他那个主会场当中啊 我就随便点嘛 然后不小心点到了一个炒锅 然后我就给他关了 那我后来我一看我的排行榜当中 果然这个炒锅也出现了 就是说他这个排行榜啊 会根据你个人的一个喜好 他可能觉着啊 就是因为我经常买那个啤酒给家里 可能一个月得买那么一次两次 那在这里 啤酒是不是就进你个排行榜了 只要我打开这个京东 我随便一拉 哎呀 就能看着这个啤酒 即便我这个月啊 就是我忘了给老爸去买啤酒 那京东也会告诉我 哎呀 这个月你该买这个东西了 所以说啊 就是他给我推荐的 就是保证你不会落下 经常会给你推荐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 对一个推荐系统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对于这样一个推荐系统来说啊 他对我们的贡献有什么 这些呢 就是啊 对于这些比较大的这个大厂吧 对于这些大厂来说 他们这些东西啊 都不是外界总结的 他们都是自己说的 对于这个亚马逊啊 国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商 他这个推荐系统啊 35%的销售额都来自他推荐当中 他做了这样一个统计 京东呢 京东这个推荐系统啊 刚才给大家看的 就是京东有一个专属的勾指南 还有一些其他推荐方面 在这里啊 他的一个订单贡献率啊 会给我们多提供10%的一个订单 那10%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啊 假设说你一年的一个营收是一个 呃100亿 那10%是不是就一个10亿啊 对于这么大一个厂来说 10亿 你一年能多营收个10亿 那你请几个 就是推荐系统的工程师才能花多钱啊 那你一年请这些工程师 花的钱不会超过500万吧 所以说呢 500万跟实力相比 哪个大哪个轻啊 所以说现在推荐系统啊 就是一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所有大厂都会去做 那新生的一些电商啊 或者说你做一些 只要跟用户有关的销售方面的东西 在互联网产业来说 那这个推荐系统有没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吧 不可能啊 就是说你过100个客服 这100个客服天天去给你推荐 那这个简直要把人累死了 咱们用户量是非常大的 光靠人去手工推荐啊 这个东西不太现实 而且呢 人有一定的误差吧 人有一些个人的因素 它不太好去统计出来 你个人的一个喜好 但是呢 计算机是不会骗你的吧 你点了什么 你喜欢了什么 你分享了什么 你购物车里放了什么 那这个东西就是明摆在这摆着的吧 即便人看不着 计算机也能捕捉到这些信息吧 所以说啊 这个推荐系统啊 对咱们的贡献还是蛮大的 现在来说呢 如果说大家去 嗯 去一些招聘网站吧 我要照吧呀 拉勾网啊 搜一下机器学习岗位 很多呀 都是在做这个推荐啊 尤其是现在 这方面啊 应用的一个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这个突然当中啊 因为我们来看 他的日活呀 是有六千万的呀 日活有六千万 那他每个人推荐的都不一样吧 不可能去找客服吧 所以说 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台来去实时啊 不能说是实时 现在可能做不到这个实时啊 大部分还是些离线计算 离线计算好了呀 你这人的喜好是什么 然后这边一旦他的一帮编辑 编辑好一些新的东西之后 就要按需分配了 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就分给他呗 然后在这个需求当中啊 你添加上一些广告 就可以使得 你这个广告啊 他这个订单不就上去了吗 这个就是一些大厂 对于推荐系统来说啊 给他们产生了多大的一个效益 对于是我们的推荐系统来说啊 对于是我们的推荐系统来说啊